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2022年是百花齐放的一年 周杰伦在这一年终于发了一张大家久等了的专辑 林俊杰发行了单曲 华晨宇也在年底发行了专辑 当然话题热度最高的还是乐台神话周杰伦 周杰伦发行专辑后几乎掀起了全民讨论 大家都在探讨周杰伦阔别多年后发行的这张专辑的质量 以及歌曲是否好听 是否如从前一样耐听 好听或者不好听 耐听或者不耐听 其他歌手发行专辑的状态是 喜欢则买 不喜欢则不知晓 选择是听或者不听 以至于周杰伦这张专辑最终年度销售额获得了9位数的好成绩 超过第二名泰勒斯威夫特8位数的销售额将近10倍 并且这还只是五大平台数字专辑销售额 没有包含实体唱片的销量 加上实体唱片的销量 周杰伦就更加成为了其他歌手望尘莫及的崇拜者 周杰伦在五大音乐平台中 网易云是没有授权的 所以只有四个平台有在销售 总销售额不包含外国歌手 第二名就是华晨宇 华晨宇的专辑是年底了财发阿星 只有网易云一个平台授权 但成绩依旧不差 2125 04588位数的销售好成绩 成为歌手年度数字专辑销售第二名 当时官方报道的这张专辑的销售占绩 是35分钟销量破30万张 此前 华晨宇第四张专辑新世界层获得2019 2020年度网易云音乐原创盛典年度最畅销数字专辑的荣誉 专辑销量已突破184万张 创网易云音乐数字专辑最高销量纪录 这两张专辑都是华晨宇几年沉淀思所创作出来的小众又好听的音乐 同样的张艺兴的专辑成绩也很喜人 这张稀是张艺兴发行的个人EP 里面一共五首歌曲 发行于2022年9月 张艺兴在跨年夜也唱了他新EP的歌曲面纱 但是由于不知道什么原因在跨年夜的表演被观众视作摆 具体事件没有深入了解 不予置评 王一博的《像阳光》那样是由唐田作词 《前雷编曲》发行于2022年12月30日 同样的这首歌曲也在东方卫视跨年晚会上演唱 作为单曲来说 价格四元 又是在年底倒数第二天发行 销售额955、3496的数字已经是很好的成绩 新生代歌手单一纯的专辑销售数据也非常好 作为新生代歌手 在三大音乐平台销售额达七位数 给新生代女歌手做了很好的榜样 林俊杰的7300多天是所有单曲加EP单价最低的 一首歌曲三元 在四大平台都有销售 最终销售额是1070418元 2022年全部歌手的专辑销售统计中 未看到以往专辑销售霸榜蔡徐坤的名字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整体销售数据来看 乐坛依旧是新生代歌手在进步 中生代歌手在沉淀 乐坛天王高不可及 你们对2022年歌手专辑销售数据怎么看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